小高是一名从事房产买卖的经纪人 他说门店有全景相机用于拍摄房产实景 因为数量不够 他向朋友借了一台 9月17号 他通过菜鸟果果邮寄 把相机还给朋友 寄出地址和收获地址都在杭州临平区 距离大概15公里 当时我那天正好有客户要带 我没有办法出身去给他送 因为他这个距离最起码也需要半个多小时的时间 因为我那客户要带的 所以说我优先选择了这个上门寄件这个服务 从菜鸟果果平台上看 取见的是深通快递 运费8块钱 小高没有保驾 7号现在都27的 记得都很清楚 当天有没有跟他提过保驾这事 保驾没有呀 他有没有跟你说这个相机的价值 这个我做快递不记这个 我平时记快递只会这样说 外边上外面是不破坏的 小高说快递既出去五六天 朋友一直没有收到东西 他马上去查了物流信息 显示快递离开临平区后去了夏沙 又被发往渔航闲林 最后停在了杭州闲林中心站 我们从菜鸟果果这里了解到 平台做了资源整合后 这一单最后是单鸟座的配送 22号的时候 然后他跟我讲说 闲林那边的那个运输 就快递公司嘛 说任责丢失了 说他那个可以十倍运费 赔给我八十块钱 然后在那个出于人道主义 赔我两百 我当时就问他 我说我说这个东西换你 你接不接受啊 然后他说他不接受 我说你不接受的条件你让我接受 9月24号是那个快递公司是任责 反省联系就是客户进行线上处理啊 然后9月24号是那个我们的专业客户 然后进行给了回复 就是那个赔付280块钱 然后客户强烈不认可 小高没有直接证据 能证明相机的实际价值 他朋友提供的网络截图显示 相机要1600多 菜鸟果果客服表示 通过平台下单的 不管用的是哪家快递 平台都会统一处理 在用户下单时 菜鸟果果平台会赠送一个 丢损必赔的服务 上面写着 免费赠送最高1000元赔付保障 小高希望对方赔偿1500块钱 因为关于这个包裹的话 其实它是有区分 就是说有效还是无效嘛 那有效或者在我们平台 是可以查询到淘宝订单的 或者是闲鱼订单 那另外一种就是说 在后台是查不到货值记录的 那这边如果说 无法提供三样的一些 货值证明的话 其实按照快递行业 一般就是几倍的一个运费 因为我们平台如果说 你是无效货值 无法提供三样的一些有效举证 那这边就是说 是一个十倍运费的 那前期客服的话 是这边菜鸟考虑体验 是额外申请了一个200块钱 从专员提供的服务协议看 丢损必赔的最高1000元赔付保障 是指在无法提供 有效货值的情况下 物流服务商按最多10倍运费赔偿 最高不超过1000元 后来菜鸟果果公关回复记者 基建人提供的网购链接 和实际寄出的东西 是否准确对应还需要核实 为平衡消费者 和物流服务商的公平权益 菜鸟针对无法核实 货值证明有效性的订单 和物流服务商推出10倍运费的赔付标准 已经属于优余或者不低于快递行业 对于未保价订单的赔付标准 要不要把黄金眼记住报道